現在年輕人在想什麼 真的是很難捉摸啊 為什麼剛會有人說 不知道王欣凝是誰 對 太醜了 你看我這個樣子 剛剛在那樣子 誰到底要欺負我嗎 我們不要欺負別人 海鴻不就是也是一隻魚嗎 我可以當撒網的人啊 我當魚 我也當是最優秀的魚啊 對 我也當小美人魚啊 開始迷惑了 對不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泰 今天實在太開心了 第一次看到 問神不問他很用 來賓 朋友們在這裡 嗨 觀眾朋友們好水啦 我要跟觀眾解釋 為什麼我穿睡衣這麼沒有禮貌 因為我這一週正在挑戰 一週穿睡衣企劃 所以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要穿睡衣 你太適合我啦 整天穿睡衣耶 而且這件其實不太像睡衣啦 蛤 這件這樣熊熊的 還不算睡衣片嗎 我還稍微化了淡妝 因為照理來說這個企劃是不能化妝的 就是你就要很邋遢的出門 不適合我耶 我整天很邋遢耶 這個禮拜的題目其實是要解救 愛的路上的萬千少男少女 一些感情上的問題甚至是 我覺得我可能是一條魚 所以今天我們 你說可以吃的魚嗎 是 被釣的那種魚 我可以當臉魚嗎 可以 可以 你應該在感情上是 我也吃條魚 你也吃條魚 怎麼會耶 真的我都是看過那種不好的人 所以我現在能嫁一個好老婆 我一定是 好 你走 謝謝謝謝 想知道喜歡的男生是海王 而我只是一條魚 我該怎麼辦 這我就要說了 當你覺得你是一條魚的時候 你毫不疑問就是一條魚 你不要想你遇到的是海王還是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要活在當下 雷拉的哲學就是 我們不能想太多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其實有時候感情就是這樣 你就是要被魚過之後 你才知道原來好的人是長什麼樣子 早點知道他是海王 那也沒關係 至少我們當下有開心 最害怕的就是 你不只是一條魚 你還從頭到尾都沒有開心 只要你不開心這件事情就應該要作罷 而不是繼續在那邊游啊游 我覺得是這樣子 OK 要成為一隻魚 不就成為一隻天選之魚 沒錯 你講對了 快樂的魚 快樂的魚 你要想欸 為什麼要當一隻魚欸 因為要是我的話 我知道真的是海王 海王不就是也是一隻魚嗎 我可以當撒網的人啊 我撒好多海王欸 我怎麼知道水里沒有多少海王 哦 是不是 莫名其妙 我要當魚 我也當一隻最優秀的魚啊 對 我也當小美人魚啊 可以迷惑的 啊 喜歡的女生跟我單獨出去吃飯 訊息也都回我 但是他就是沒有主動找過我該怎麼辦 我就不主動 都等你去約他而已 但你不約他他也不會理你 喔喔喔喔怎麼辦 我懂我懂 如果是這樣的話 首先我們要看他什麼星座 有些星座偏被動 所以你們要看一下 但是啊 如果他不會主動的話 那就是他沒有突破自我 因為如果他真的很喜歡你 我覺得一個人只要很喜歡一個人 什麼都願意去做 星座是一點 但也有可能是個性使然 就像因為我是受傷過的女人 我老公在追我的時候 我也是就是伺機而動的那種感覺 我會跟你出去 但我不會主動跟你說 我今天想跟你出去 然後你不要主動約他啊 對因為我會覺得很害怕 女生就是一個 腦袋就是很複雜的一個生物 那如果我主動約他 他就會覺得 我很好上班 我很好調 那如果他傷害我怎麼辦 所以我就應該更矜持一點 我要就是保守一點 然後他如果要找到我 他會想一下 其實心裡已經破頭胸有照樣出門了 你會這樣子 因為我是一個極度直接的人 可能我是男的吧 我要去當兵了吧 我是一個creditor 要怎麼說 略使者 喜歡我就會主動 我如果沒有主動的話 你追我一百次 你可能也追不到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眼睛有問題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之前就是也是做一個主動追人的一個女孩子 高官有追到之後 我就變像在養小白臉啊 所以後來就選擇 還是默默的坐在那邊等男生來找我好了 那我問你 如果我對樓上的REN主動的話 你怎麼這麼這麼爛 會不會嚇到他 應該 不會啊 不會他很喜歡你 是嗎 他很愛他 所以你喜歡小鮮肉 也還好 我沒有再分 沒有再分年輕 就像譬如說我會喜歡鋼鐵人 我也會喜歡 就是Tom Holland Spider 畢竟現在年輕人在想什麼 我真的是很難捉摸啊 他們居然看不懂王心靈要求啊 對 我也覺得很可怕 為什麼剛會有人說不知道王心靈是誰 對 太醜了 你知道這跟國外差很多 因為國外啊 你再年輕的人喔 他們都看過六人心 一定都會知道 沒辦法 你知道台灣現在就是被抖音化了 他們都只看抖音 可是現在心靈也有抖音啊 對 他們應該是懂現在的心靈 他們不懂我以前的那個 對 他們不懂我16歲的心靈 沒錯 你說 為什麼很多正妹旁邊的男友都胖胖的 但是我胖胖的卻沒有女朋友 嗯 我覺得我可以分享就是 因為我看到網路上有很多男生啊 就會自怨自己的說 啊這些胖胖的男生就是有錢啦 所以你們才會喜歡他啦 不然這麼胖的男生你們不敢喜歡他 我覺得這是錯了 就這樣說真的是無關 對 真的是無關 因為我之前就交了一個胖胖的男生 那就算了 他還吃檳榔 但是呢 他很優惡 很優惡 他很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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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 我在哭喔 他為什麼講一堆笑話 然後我就被他逗樂了 你明知道他不好笑 但你就知道他就很努力的在讓你笑 當然重點還是要長得可愛啦 因為他真的胖胖的很可愛型的 然後肚子大大的 所以我覺得胖瘦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那顆心跟有沒有自信 一個人有沒有自信 是很明顯看得出來的 真的很明顯 你說胖胖就是他有錢 所以女生跟他在一起 你怎麼知道 搞不好女生比他還有錢 對 你說對了 為什麼男生就有錢 搞不好女生比他還會賺欸 那你也可以當 變成那個會賺的男生啊 對 自己要想辦法 檢討的自己好不好 你也不一定要選擇那些 巴著你錢的女生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跟你一樣 西庫相當的能力相當的女孩子啊 對啊 不要讓自己有那種被吃豆腐的感覺 對 那阿泰覺得 單線發展的男生都會很蠢嗎 現在大家都多線經營 現在大家有多線經營嗎 要先探討 何謂單線何謂多線 當我現在就是想單身的時候 我才沒有管你什麼單線多線 我現在就是一個單身的人 我任何人都沒有在經營 任何人都可以是我朋友 但是如果今天我真的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單線經營衝到底啊 你是一個很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 你知道自己要什麼 因為以前就是小時候不懂事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也是喜歡 那個也是喜歡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喜歡是什麼 就會導致你很容易不小心腳踏兩條穿 或是上派兩個男生 如果是要多線經營的話 我就會跟ABC講清楚 就說OK 你現在要跟我一起嘛 但我現在要多線經營你可以嗎 如果你會問這個問題的話 就表示你其實不太知道 不知道你現在要什麼 今天你就是知道他已經是一個 要多線經營的男生 沒錯沒錯 OK好 進入我們的60秒 快問快答時間 OK 想問怎麼跟有好感的同事 拉近關係好呢 請飲料喝 目前有想追求的對象 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夠更加分 直接要他出來吃飯 我也是 直接就是約出來 直球對決 直球對決 碰到喜歡的人會變得不太像平常的自己 整個人會很害羞失常 沒關係 那就害羞失常 要做自己 可愛 我連續一個月吃同一間小吃店 只為了跟小吃店店員要到LINE 這樣的方法會不會太笨 不會 我覺得很棒 但是你要先想 就算要到你也不能說覺得說 我在那邊吃那麼久 不要情緒勒索 我最近遇到了一個射手座的女生 剛認識不久 雖然她都會回我 但是態度總是冷淡 看你決定要不要繼續鬥她 如果不繼續鬥她的話 就撤退 因為可能這女生對你沒有興趣 建議你找下一個 女朋友一直很在意我的異性朋友太多 好高高高 她把你的異性朋友介紹給你女朋友認識 沒錯 其實女朋友不是介意你的異性朋友多 是你怎麼對她 沒錯 對她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對她是很好的 然後也很大方的 我相信是可以改變的 表白後 對方說目前還不想要交男朋友 但是還是會持續約出來吃飯散步 這樣是否有機會 這個有機會啊 我也覺得這個有機會 除非你發現她都在花你的錢 喔 然後就要 對方跟我說 不要只是早安、午安、晚安、吃飽沒 請用行動關係 試問何謂行動關係 譬如說如果你們住在一起的話 你就寫紙條裡面用傳情訊給她的啊 如果你們沒在一起的話 你可能就叫一個UBER1 然後直接送到她家裡 沒錯 想動 最行動 風刺客遇到一個令我心動的小姐姐 不知道該怎麼更能夠吸引她的注意 PS 她是天蠍座 喔 你只要先對她很熱很熱很熱 過了一天她對她很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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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成功吸引到她注意了 因為天蠍座就是一個表證 喔 預情步驟 喜歡預情步驟 請問被天秤座封鎖了 最後一個問題喔 第一次跟異性碰面 我該注意些什麼 信用寶寶帶 很重要 因為第一餐我就不會讓男生付 不要有那一種就是好像給人家付的那種感覺 因為現在男女平權 平權 我就會很氣 如果我們是去約會 我一定會給你付 給男生表現的機會 最重要就是也沒有什麼好重要的 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 只要你做你自己然後散發出自信與魅力 你會喜歡你的人就是會喜歡的人 我們必要為了任何人而去改變自己 因何對方 因為你就騙了她的大腦 然後她去喜歡你了 之後你們在一起 你會變成這樣 你要變回原本那樣子 那不就是在欺騙人家 在一起到最後都會說 蛤 我的男朋友 我的女朋友變了 都是因為這回事 就是還沒交往的期間 給人家太過於美好的想像 好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 會覺得說我有什麼問題 哪一個系列的 好想問喔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比較想知道 酷勸如何從一個海王 變成一條魚的 她以前是海王嗎 等一下讓我上去會會她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 打開小鈴鐺 還有蕾拉的頻道 幫我們按讚一下 訂閱起來 好不好 大家掰掰 掰掰 按讚